如果你沒有結婚 你會想跟我在一起嗎 這問題會不會很犀利 我覺得是緣分啦 我覺得是聊得來緣分 我的人是緣分 對 所以我是你的行嗎 緣分 如果你沒有結婚的情況下 沒有什麼行不行的問題 是相遇的那個 跟那個磁場 對 我跟老婆相遇的 對 相遇的那個磨磨 17年的時候18年的時候 看到我自己怎麼樣的心態 因為你非常的好笑 因為你就是雙標的代表 然後就是雞肉腦的代表 就會覺得說 哇 這個人真的都沒有在思考 然後講話都在自打嘴巴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我從頭到尾 都是喜歡你這個人的 因為我覺得你超級可愛 終於 我們好像認識了很久 但是今天第一次見面 我來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管兒好 妳的不好的女人終於來了 其實我不知道我今天的那個稱號 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給了我好多封號 是 不過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還是叫妳成語 會比較好 不是漂亮寶貝 還是女眾好景嗎 哈哈哈哈 17年的時候18年的時候 看到我自己怎麼樣的心態 因為你非常的好笑 是 因為你就是雙標的代表 然後就是雞肉腦的代表 就會覺得說 哇 這個人真的都沒有在思考 然後講話都在自打嘴巴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我從頭到尾 都是喜歡你這個人的 因為我覺得你超級可愛 就我覺得你就是那種 熱血漫畫的男主角 因為熱血漫畫的男主角 通常都無腦 但他們就是一股熱血 一股熱情衝 然後呢我最喜歡你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們有發現嗎 館長一直在改變自己 我每一次講你的時候 你都好生氣 你就很像 之前很生氣 超氣的啊 之前很生氣 超像那個大猩猩 我一講就 然後我不管講什麼 我就看你回應我對不對 每次就立刻開直播回應我嘛 是 從頭到我想說好 那他要回應我什麼 大概十句有九句都 但是呢你們有發現就是 這幾年啊 我都一直看著你不斷的進步 我其實很欣慰 我最近都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而且甚至我看你跟廖老大 吵架的時候 你還可以叫他法律耶 前期是你怎麼罵我 我甚至會去看直播 或者說看你的發文 後面到了差不多20年吧 20年左右的時候就 你講話就有點改變 你自己有改變你不知道嗎 我覺得我也有一些改變 但是我覺得你 你講話變得比較有趣了啦 我以前也很有趣好不好 你以前是就是比較批評 現在是有批評當 你現在是比較暗喻酸 以前你是直接批 現在是用有趣的方式 前面有點批後面有點誇 所以這樣看起來到底是 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在批還是在 這變成說有點智慧 很像那種脫口秀 很多時候他們會PO給我看 或是說今天館長那個 陳山精在罵你耶 然後我就說他罵我什麼 我就看一下 然後其實我在做直播 我就看一下 我看這個很快 我說沒有這叫關心 我說謝謝他的關心這樣 其實網路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 深仇大恨 更沒有什麼過節 也沒有什麼貿易上的衝突 就是各方各點啦 只是說你知道在網路上本來就是 當你做久了你會發現 本來人就是會批評來 批評去 我覺得你講吳宗憲講的非常的好 而且他怎麼好意思告你 但是還是被他還是被他拿了80萬左右 對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幾年跑法院真的進步了 你以前講話確實很容易被告 我看了也為你在懂 可是現在你真是妨礙名譽專家耶 因為現在 知道怎麼去避啊 對 只是你的語註詞 只是你的語註詞 只是逗號跟句號的差別而已 是是是 可是你以前是你的句子裡面 每一句都在 就很危險 對 所以去法院很好笑你知道嗎 他們律師會說 總共罵我們當事人總共有 63句 幾百句 什麼他們就 我就覺得不是有時候在那種 堂堂法院那種很嚴肅的 然後你就聽律師在那邊 然後那個法官問我說 法...不是 法官問我說 陳志漢 假XXX什麼意思 就是 在那種法院你懂嗎 那你要怎麼回答 法官說陳志漢 假XXX是什麼意思 就持經義的意思啊 我那時候其實很笨 其實 律師他要拉我 對 其實那可以解釋 其實你也可以說很Low的意思 你很爛啦 我認為你 你很爛 沒人要看 因為我跟我說你XXX我沒看 好嗎 其實律師他可以去答辯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還是很臭 夠嫩那時候 對 就是太笨了 我之前說 羅志祥是亞洲空XXX的時候 上法院法官也是問說 請問一下什麼叫空XXX 然後我的律師就說 就是做一個下體前後擺動的動作 有沒有非常專有名詞的解釋呢 是是是 請對律師 對對對 那就絕對沒事 所以就是律師幫你的解釋 就是你在法院上 其實我跟大家講就是 為什麼 這一些人要去念法律系 不是沒有原因 對 為什麼我們去法院 尤其是台灣 一定要請律師 嗯 因為有時候你一個答辯錯了 XXXX 但是現在不得不說 你真的是妨害名譽專家 我覺得你是完全可以開課 教所有的觀眾怎麼樣 避免你講話會妨害名譽的 而且這個是實戰經驗 那些理論應該是贏不了你 你大概可以有20個例子說 欸我也被告過這個 我跟你講就要怎麼打旁邊